大家好,來到大年初二1月23日,有我子晴和大師在,恭喜發財 恭喜發財,我已經拿了開工禮事,因為今天是開工的好日子 今天擇過吉日上班,大師要喝口茶還是經事? 這個是我們Manoca的蜂蜜 但這次這個絕對不是大火,因為我們已經賣光了,所以不賣 只要開了就喝一下 但有沒有新年可以送給觀眾? 有才行,有貨才行 唯有等貨回來 看到大年初二,還有很多人還未上班 包括這些報刊還在休息,有些年初五 我今天看的報章大部分都是網上報章,或者實體版都是東方 明報也有的,在網上版,還有大部分雜誌都在網上看 暫時都休業 休息中 看到其實最主要的新聞都是跟新年通關的消息有關 但有一宗新聞都可以關注一下,就是槍擊案事件 在美國加州蒙特雷柏克斯一間武道學校 上星期六,深夜發生槍擊案 其實兩天之前,據報 有十人死亡,十人受傷 有一些傷者仍然在危台中 據說這個人仍然是在逃 仍然是未知道去了哪裡 現在正在找他的行空洞機 他手持著一支半自動的步槍 因為當地仍然有些人在慶祝農曆新年 據說這個活動都很大型 連續兩天會舉行這個活動 當地看到有些人看到這個兇徒 進去那間店舖掃射人 好像不分你我,掃射 然後有些人倒地 也有看到居民透露 這個人是很兇殘,不斷地上彈 即是有人未死就再補飛 看到其實也挺兇殘 現場就是在西家偉街 目擊者看到他是一間名為武星的武道學校 附近的一間餐廳東主說 當時三人突然衝進餐廳,叫他鎖門 並且有人拿著自動槍進來 還有很多炸藥和彈藥 最後就衝進來 而見到當地那天有慶祝活動 也有很多人參加 所以死傷都算嚴重 那個地方就是被稱為小台北 因為他有很多華裔人去居住 沒錯 但是現在這群人,這群武道有這麼多人 所以聚聚了很多華裔的人 但是他這個叫做 那個叫做 就是開武道那個人是廣東來的 那個女人 所以證明可能都 現在你世事難免 就是在美國的華裔 他都是以中國內地的越來越多 因為以前的時候 中華民國和美國是不通的時候 就變成在幾十年前的時候 主要都是一些台灣人去 但是現在就變成了主力 無論是台北 正如我們在加拿大 以前我們廣東人 香港人去到講廣東話 現在很多都是講國語 那他這個兇手剛剛就是吞槍自殺 那他就 最初的時候就說 他是一個中年男子 中年男子來的 但是現在就發現是七十二歲的 應該都還未說是什麼 但是七十二歲 我相信他是亞裔 那因為 應該這麼說 在一個外國來講 大家你經常那些 香港人或者之類的那些 我們香港人 不是大陸人 什麼 那些其實是只有些很 很沒見過世面的人才會這樣說 你知道香港很多沒見過世面的人 就是那些 就是外國來講 他告訴你 他哪有聲音 不要都是香港人 Chinese 在他來講都是沒有分 這些 你們Asian就是Asian 不能都假裝了 又叫說 你是泰國人 你是香港人 高雲一等 全部都是低等民族 都是Asian 是不是 是不是 是一個白人心目中 他們是亞裔 是亞裔 是亞裔 你現在說亞裔 你只是自己講 自己分 在他們來講 哪有分 正如我們 我們有時候都分不清楚 一個外國人 究竟是英國來的 美國來的 還是北歐來的 在他們來講就是亞裔 所以香港人很多時候都經常講 香港牙 根本沒有這個 中國人很多鬼都沒有 其實他們是Asian 你們是 OK 他們那個人是吞槍 其實是動機不明 剛才吞槍 最初是中年男人 正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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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確是中年男人 很難要認養 證明 他還是72歲 就是證明這個人男人都很難認養 最初的時候拍了一張相片 就是四十幾歲 就是中年 現在是七十幾歲 很難都說中年了吧 是不是 這件事件暫時不明 但是我相信會對美國在華裔 華裔在美國的形象就會進一步變差 中國人在他們的心目中本來已經是 本來形象都不好 那就進一步變差了 因為大家覺得你很差 但是雖然也沒什麼所謂 因為槍擊案在美國是很平常的 槍擊案在美國 死人了 我不明白你怎麼這麼一樣 喂 一年幾十單啊 我和大師都報導過很多單 是不是呢 有什麼平常一級大單啊 你住美國 如果有槍擊案的了 是不是啊 是一個奧森來的 槍擊案開獎的程度就是等於你 中他一隻足球彩票 那個機會量是多過 他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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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的彩票 總之他有我的名字 總之他有我的名字 我忘記了我的名字 因為我們 香港就叫做六四九 香港 加拿大就有六四九 但是美國的彩票 真的不記得了名字 類似是一些足球的東西 所以美國 通力球 強力球 對啦 是強力球 所以 對照 你被槍擊案 和你中這些機會 幾乎差不多 都是一直開著的 一直中而已 沒事的 有什麼事啊 你預了住在那一國家 你就預了會發生這些事 你不是說好像 香港蘭桂坊慘案 幾十年才發生一次 這些是一年發生幾十次的 那你一定會發生這樣的事 所以反而對於華裔的影響 那個形象的影響較大 當然如果你作為一個中國 說不要緊 華裔去到美國 都不是中國人 現在很多人還在唱衰中國 所以都沒有大損害 對嗎? 你可以用這樣的角度去看 凡是觀點與角度的問題 如果在那裡住 因為我都做過華裔人士 我做過亞裔人士在加拿大 所以這件事在當地來說 是很震驚的 嗯嗯 是 你在當地來說 是當時來說 是很震驚的一個 很震驚的一個 所以就是說 你遠看的時候 就是一個故事 一個故事 或者是一個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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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近看的時候 就是一個故事 對嗎? 所以就視乎 我可以提供另外一個角度去看這件事 就是事件就是很慘的 但是那件事很慘的事件是常常發生的 嗯 是啊 因為我和大使都報道過 那麽多次的 就是 我想說 是否美國就隨時會被人殺 會被人殺呢? 就是有槍的 那你這樣說 你要看多些年燈 那他們覺得 那你覺得 沒有AC 這個是 就是 當然他們覺得 除了香港都應該有持槍權的 因為持槍權 你殺的人都是有數 可能一年死 一年以美國幾億人口 可能死幾千到幾萬人 那都是一個可以接受的數字 但是持槍權是大了的 你看多些年燈 香港很多人 香港都有班人的 嘩 那如果在香港可以持槍 豈不是大麻煩 香港持槍就大麻煩 因為香港如果持槍 可以死的人會多些 因為各個人是密集點 沒錯 那接著之後 我又講回本地 講回一些開心一點的事情 其實大家都見到 復償 那不少人都會出街 就是走一下 到處去看看有沒有什麼東西玩 那見到其實有些活動都停辦了幾年 今年都開始復償 就例如這個大埔臨村許願節 昨天就開始市民都陸陸陸陸去到拋保蝶 很早已經去 就是看那些新聞 都是說那些人 祈求疫情快過去 然後有很多自己的疫情的事情 都是快些完結去 是的 那就是都很開心 都見到大家的嘴唸都是開心的 是的 是 嘴唸好像不是形容這些 就是看到大家的神情都很開心 是的 都是的 那今天是不是求簽 是的 求簽都有相關的新聞 是的 就是鄉議局 就是你知道年初三才會去買車工 那些 但是鄉議局帶年初二 就是今早早其實他就幫 他是年初二派的 是的 那些求了什麼簽呢 之前就說黃大仙那支是兩支中 那這支是什麼簽呢 那這支簽呢 都是中簽 那11號 那是連續第六年求到中簽 那簽文就說 威人威威不是威 這支是大支解讀 上次有很多粉絲 Fanny說我們解讀簽這麼貴 難怪沒有人幫襯 這樣說 然後他說 只當著力有銜規 白燈曾起高黃角 終被將糧守舊位 我們明天解讀 因為我們明天的專題是 我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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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rry 明天會換什麼 但是我只是說這支簽呢 不是第一次求到的 近年是 有求過出來 有同一支嗎 有同一支 就是都是步步為營那些 不是這個意思的 但是問題就是 我再說這支簽 曾經求過 很多年前的時候 那時候我寫寫 有啊 他有說 211年了 OK 原來同一是套年 最恐怖是 是不是 就是12年一次 不是吧 其實其他人都有求到簽 包括沙田鄉市委員會首副主席李志倫 都為沙田區求到84簽 但是沙田區我們就 不逐步說 沙田區 不是沙田區 不如我寧願看沙田區的話 我寧願看沙田區的話 我寧願看我家的區 你只是看那區 你只是看那區 其實香港來講 你已經非常之是 流動性非常之強 一個特別的區 對於香港的影響不是很大 但是那時候我們走去 除非你說那裡有四人流流的事 但是我們都是看香港的整體局勢 嗯 是的 除了求籤 然後大埔許願樹又開 還有海洋公園 就是三年都沒有這個新春活動 之前你知道海洋公園有發生什麼事 很多人叫去拆 蓋房子 現在就看到隔了三年 終於搞一些活動 但是看到初一的人流 就不是太多了 那看到其實不少市民 其實假日也都會趁著這個時間 去一些主題樂園玩 其實我看到最好笑的是 迪士尼之前 其實明明是六百多元 入兩次元 但是現在是七五九入兩次元 所以我覺得其實是貴了 變相 其實香港是應該把海洋公園 和迪士尼合二位一 它其實很簡單 你只要不注資給迪士尼 或有迪士尼撿了 那你就可以接收它 整件事 然後海洋公園搬過去 嘩 嘩 這條數字要量得很好 可不可以 尤其是這麼遠 海洋公園 你也是當作一個功能 我覺得 將兩個 因為一個公園 其實它的級別不夠 現在已經很大 而且主題公園 其實現在都不太受歡迎 所以變了 其實不是這麼難 不像以前 不像幾十幾十年前 起迪士尼的時候 那些狀況 所以我很懷疑 整個海洋公園 大家固然是 有的當然是好 大問題 你付出的成本非常高 那些地方的地 非常貴 嗯 嗯 是 大師想到一個收支平衡的方法 剛才 不是很收支平衡 至少可以找些水 那念財這方面 我應該都是屬於一個好手 嗯 嗯 新一年了 祝大師是財源滾滾 我都希望是財源滾滾的 沒錯 但不要財源就行了 OK 不要財源 我們不要財源 OK 哈哈 哈哈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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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拍射我 哈哈哈 然後 說回政務司司長陳國基就說 相信很快就可以跟內地推動第二階段通關 其實我現在看到那個通關的情況就好像擠涯高息 很多人都說 那個配額 那些人欠崩頭啊 就是情況不是太好 那包括他說第二階段是什麼呢 就是要取消這個核酸的檢測 就像大師說 就變快測 那他說目標就全面取消這個檢測要求 和每日過關的配額都取消 應該不是變快測吧? 應該快測都不要 是的 他說最好當然什麼都不要 但是是不是要逐步逐步來呢? 就是要變快測 再什麼都沒有呢? 是的 他昨天也有去到臨村許願節去拋保蝶 最大的新年願望都是這個 有人說拋我十次都拋不了上去 是的 他就說政府也跟專家查詢 相信疫情的反彈機會不大 因為他自己也看到數據顯著正在回落 是的 大家都是看什麼時候通關 我相信這個都很快的 就是三月的時候應該全面復常 嗯 三月就可以全面復常 是的 但是口罩令似乎還未能夠這麼快可以撤銷 是的 口罩令是不能這麼快撤銷 是的 大家都是會 但是問題都很快會撤銷 哈哈哈哈 我們說是年內吧 還是說是十年內嗎? 不是 不可以這麼快 不過問題是我想他都在全面復常中撤銷 雖然你應該這麼說 我們是不可以不戴口罩 我們自己都要戴 你現在都戴著是不是? 吼! 不是 我搭顏色而已 你搭顏色而已 是藝術來的 是嗎? 是 行為藝術 沒錯 其實香港市民真的滿了太久 除了到處要外遊之外 其實大年初一大家都會放下煙花 可以放煙花嗎? 就是不可以 但是有很多人都拍了片放上網 是 看到其實人們都是說是違法的 在大埔廣播室 別人拍就不是違法的 拍就不違法 其實那你又要拍的 其實我在想 這個是 哈哈哈哈 不是 但其實他不是的 他是拍出去吐露港那裏 他這些是不是什麼來的 這個他應該不是違法的煙花 這個是放完校長再放煙花 是 違法的 昨天有人說是在深水埗的嘉頓山 又有人放 就是周圍都好像 大家都無份無天 是 砰一聲 然後就 收工 然後就走人 是 就駁一些警察找不到 就是那些情況 很多新聞都是關於新年那些新聞 但是除了放煙花 大家都要小心點火燭 因為其實昨天都見到 港島的半山 羅便神島的住宅單位 是懷疑卡拉OK著火 然後搞到三級火警 卡拉OK機 卡拉OK機著火 沒錯 我都不知道 卡拉OK機 在我心目中 怎麼會著火 都不太明白 可能很夠 唱到過熱 可能唱到過熱 麥克風都因你動用 到時候就OK 說完那些開心事之後 有一宗的工業以外 都想跟大家提及一下 就是昨天見到 算不算工業 真的 他叫工業以外 工業以外 上水逃房 就發生了罕見致命的工業意外 一名61歲的逃房主管 在載豬的時候 租未完全電雲的豬 都挺罕見的 沒想過一隻豬竟然會電雲 然後他突然掙扎 他掙扎也不要緊 不是一隻豬弄到他 而是他踢到他的腳 之後那個人的手上的切肉刀 就戒掉自己的後室 即是左後室的大動物 據說如果 做到這條大動物 其實都挺嚴重的 因為一分鐘內人體會損失了三成的血液 你見到其實送院之後 見到這個61歲的逃房主管 就不治了 即是已經是主管級 但他竟然發生這件事的意外 其實都比較罕見 見到豬肉刊的總商會理事長 許偉堅 他就說 入行這麼久 60年都沒聽過這樣的寫法 意外就發生在這個 俗稱炒市房的緊急屠宰房 工人是用手持電擊槍 即是電擊棒去電豬 而非用常規生產線的自動電擊 你見到其實這次 本身這個工業意外 可不可以避免呢 看回其實他本身 應該那個procedure 就是有一個人要負責 即是可能按住一隻豬 然後另外一個 即是兩個人 是的 另外一個是負責去準備屠宰 應該是有兩個人去攜心協力 即是開電擊棒來拿刀的是兩個人 沒錯 但現在就變成一個人做了 是的 平時就 即是他說人手方面 可能會不會是短缺呢 因為一般其實真的有另一個人 是會去持刀去屠宰 另外一個就負責電擊 因為你電擊你需要20秒 嗯 所以其實是 其實是非常之高風險的 其實整件事是非常之高風險的東西來的 雖然那個豬被機器夾著是不能動的 但是始終豬是比人好 而且這件事也是那個豬已經是反抗了 這次也是因為豬要掙扎 令到它跌低一些 所以這件事不是六十多年沒有發生 而是因為這是一個人為錯誤 就是為什麼會一個人去做所有的事 你以為是很安全 實際上就是不安全 大豬來的 還有可能那隻要電很久的 有些是要電20秒的大豬 是 因為豬是可以重過人 豬最高可以去到600磅 一定是扎死我 豬是一定是什麼的 豬是以前的 現在的豬之所以是什麼 因為它還沒養到那麼肥 你就把豬也剃掉 就是豬要瘦肉 這個是屬於五封行 香港是三個 有三個人是壟斷了豬肉排 一個地方是港南行 另一個地方是豬肉街日所 其中一個朋友開 我一陣子都想賣 是啊 如果大家有興趣賣的話 可以開多個牌的 現在暫時是香港三個牌 我一陣子是想賣的 所以如果大家想賣的話可以聯絡一下 哈哈哈哈 突然變成一個生意來的 不過都幾億人 但是我們很冷血 突然變成一個冷血的生意 如果說冷血的話 我們不可以說冷血 因為整件事我們一開始的時候 一開始的時候 第一單的十死十傷 我們已經表現出我們有台的冷血 因為我們很客觀分析 你客觀分析 你客觀分析 死人就是一個統計數字 而不是一個人道 我們一向都是很統計數字的去分析這件事 是 我太感性了 你看到其實今次為什麼電雲隻豬呢 也有很多的說法 就是說未能有電雲的原因 是不是電壓不夠 豬的表面是不是太乾燥 沒有電 就是未能夠受電 然後另外也了解事主 當時有沒有穿著保護衣物 我想你不會穿著保護衣物 因為他拿著刀割傷 除非你那件是防刀的衣物 我想如果不是都很難避免 但是我相信最重要的是 為什麼會一個人做呢 嗯 是的 因為可能是過年 過年可能人手不夠了 有些荃灣的逃房工人就說 逃房的工人保護衣物 主要是確保衛生 不會像大師這樣說 可能要防刀才行 防刀的衣物很難 那就真的有些誇張了 你不會防刀 我想著嘛 你最多是防豬撞你 總之做事就不要分心 還有不要用電話 有時你一分心 他不是分心用電話 他又不是啊 他只是一個人做而已 他不是一個人做 他不是一分心 我就是覺得他很慘啊 好 那我們這宗新聞 暫時說到這裡 然後其實跌傷也有很多問題 如果你跌傷 剛好刀刺到也很嚴重 長者跌傷也很嚴重 其實律敦志和鄧兆堅醫院內科 和老人科副顧問醫生 胡偉山就說 近年留意到 因為跌到入院的長者 大部分是會撞傷頭 因為以前我婆婆都是 因為跌傷之後就經常入院 那臘骨跌斷 或者是大腿的關節斷裂 交常見就是家裡的洗手間 Exactly 他又是在洗手間下跌倒 剛好走開了 可能工人走開了 看不到 部分是因為晚上的洗手間沒有開燈 他就說 疫情下長者跌傷入院的個案 是未見增加 但認為他們只能夠困在家中 較少外出活動 吸收紫外光 令到身體是無足夠的維他命D 導致肌肉會流失 增加骨折的機會 加上很多曾經跌到過一次的長者 很多時候都會再跌 好像過了某一個年齡 應該過了80歲 最大單一死亡原因是跌傷 嗯嗯嗯嗯 最大單一死亡原因 是 因為已經過了生癌症的年期 如果這麼大的時候 因為這些生長很慢 生癌症都不會這麼容易死 嗯 所以最大癌症是結症 最出名的跌倒而死的 當然是航生 嗯 真的 用了很多錢去掉了內命 但跌倒是很嚴重的 我認為現在的廁所設計已經很差 那些磁磚的設計很容易滑走 是啊 你別問了 所以我以前家裡是 淺見賊了 地面是鞋子那種 就是廁所的地面 那樣的設計 那個設計反而我認為是比較好 廁所的設計 我一向都不明白 為什麼用廁所設計 以為是滑的磚 那些其實很容易滑傷 應該用一些比較粗糙的東西 會比較好 嗯 最好就是不要被老人家滑傷 真是很糟糕的 你不是最好不要被 最好不要死 最好不要什麼 問題是你如何避免 所以我覺得用那些設計本身已經很差 嗯嗯嗯 是的 真是挺糟糕的 大家留意著 那之後見到其實政務司司長陳茂波 和財政司司司長 副司長 財政司司司長陳茂波 和政務司司長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 因為你已經隨著講過 你隨著講過 我的錢 是的 和財政司副司長黃偉倫 都聯同多名的政策局的局長 去到屯門探訪一些基層家庭 其實我也覺得他要探望一些老人家 你看到他都有探望的 都有兩戶的長者家庭 都有跟少數族裔的家庭拜年 他自己就帶備了水果 賀年禮品 怎麼可以做他們的那些被探訪的那些 我都相信 你為什麼要做被探訪的那些 不是 他怎麼選出來的 你說你是不是基層 你是基層 不是的 暫時不是 可能下年是呢 哈哈哈哈 那些做司長 局長那些真的挺慘的 新年流流都要走去做事 是不是 你探訪基層家庭真的挺無聊的 但是其實你平時的時候就 平時的時候你又不探訪又不太知道 這個時候就隔外做一個show的話 我並不認為他們對於基層 有任何的希望幫忙的心態在那裡 其實應該問一下他們有什麼需要 幫他們做的嘛 原來就是送上福袋 所以就跟他們分享一下那些堂果 那些通常都是隔壁的 所有的基層都是他們的 可能都是他們的找個手下的手下 幫忙碰他的意思而已 所以這些粉飾太平了 嗯 好 接著之後港府都提前收復 和綠化位於打鼓嶺的新界東北堆田區 盡早改善從深港兩地遠挑堆田區的外觀 亦都設法減輕堆田區的臭味問題 環保署最新就向這個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的文件裡就指 原本計劃在堆田區2026年堆田作業完成之後 才展開綠化和修復的工程 但最後就決定在兩年前2021年年底起 就逐步完成堆田作業的範圍 覆蓋不透氣的永久戰塵 並且加設排水系統和種植樹木 塑造自然景觀 亦都已經噴草方式臨時種植了一些草苗 去盡早陸化和減低對附近地區居民的視覺影響 即這個打鼓嶺的東北堆田區 這樣就改善 這個新聞呢 你是在東法部看到的 沒錯 這個新聞應該就是 以我做新聞來說 因為新年大家都想放假 那就沒什麼做 找一些專題做一下 應該這樣說 沒有什麼人做事 那時候就是一些專題做了 那些罐頭就先做了 所以這宗是不是新聞 這宗不是新聞 而且環保存不到 年初一流流去做這宗新聞 去做一宗新聞 年初一流流去做這宗新聞 年初一流流去做這宗新聞 他一早做了之後就是罐頭做 他就當新聞做 你當新聞做 OK 他一早做完 這些是屬於feature 但是這個也是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就是那個打鼓嶺的東北堆田區的陸化問題 OK 那之後另外也有一個人工島的 不知道是不是也是feature 發展工具去年年底 就向立法會交代人工島項目 並同步展開公眾參與後 局方昨天 就是前天在這個專題網站 就向這個公眾交代最新的資訊 有立法會議員就形容情況不理想 認為開展公眾參與 以及推出網站應該同步進行 那環境那些保護署就批評 交以洲人工島 是屬於最貴的基建工程 但是經常都最見不得光 認為局方推出過網站的時候 是欠缺這個透明度的 當然啦 如果他一做完 那些人就怕吵的時候 就怕被人 對啦 光了一點就做不成了 所以你又要透明 懶是透明 但是又不可以這麼透明 是嗎 是沒錯 那即是半透明狀態 其實不是 其實應該是完全不透明 因為他如果總之他做的話 就搞不成了 嗯 這個很明顯 這個很明顯 好 是啊 所以到最後都是做一個既成事實 做一下做一個既成事實 好無奈 好 接著之後本講 我們新聞就看完這一宗 2019年7月6號屯門的遊行之後 立法會時任議員林卓廷和許智峰另外兩人 涉嫌要求一名男子刪除示威者的照片 以流亡的許智峰就沒有去應訊 其餘三人就否認妨礙司法公正等四序受審 昨天在區域法院裁決 法官尤德康裁定林卓廷和自稱男記者 妨礙司法公正罪名不成立 是的 認為林卓廷當時是嘗試化解 你們不要爭辯 其實林卓廷的語氣都算平和的 OK的 看不到他迫事主 快點刪上 女社公亦都無罪釋放 只有男記者被裁定非法集結罪成 就不是妨礙司法公正 所以他們都沒什麼所謂 其實這件事 這件事不是說他們林卓廷帶隊進去 林卓廷最嚴重的就是 帶隊進去 是不是元朗 戰鬥 721 是的721 那他現在這一個是 看他來說這一個很小事 叫人家刪的那個是什麼事 當時就有些大件事 大問題就是現在來講 到現在來講 大家的所有事情都是塵埃落定 那所以就是 都是不是 就是已經是 整件事是埋尾的階段 我覺得是不值一提 這宗新聞已經是 是的 不是那個不值一提 但就是大問題 我們都提了一提 但是整件事 因為我們都不太知道 整個過程到底是怎樣 但是他這件事 他不是打人 又不是什麼事情 就是人家刪的 所以整件事是有個小事 是的 我有朋友 同一個女朋友 同一個老闆 同一個老闆條女 一起去旅行 很多人 那他不覺得 他演了老闆條女的照片 這些不可以的 是的 結果老闆條女 那個老闆條女 非常之霸道 那個人是很出名的人 就是出名霸道 就拿過來 摔下去 摔下去 沒錯 那那個朋友的條女 就非常沒有面 是 那有沒有摔到 最後摔下去 摔下去了 就是這樣 這些是在朋友的事 在很多情況之下 都會發生摔下去 摔下去了 是的 很少愛協成分 OK 那之後 國際新聞方面 我們看看 都比較多 那土耳其總統 對不起 埃爾多安 正式宣佈 提早約一個月 就在五月中 就會舉行大選 那看到其實他的辦公室 土耳其總統辦公室 星期日發佈了一條片 顯示 埃爾多安 前一天 在東北的 布爾薩省出席活動 和年輕選民 包括將會首次投票的年輕人去見面 宣佈在五月十四日 就會進行這個總統和國會選舉 交原定 六月十八日提前了一個月多些 那早前 埃爾多安都暗示會提前大選 而他的領導的正義 和發展黨 也都曾經解釋 六月是下季 不少人都會去外遊 所以他就打算提早 是 因為不是外遊問題 就是可能 他會覺得有利少少 但是提早一個月 就提早了不多 土耳其經濟很好 嗯 你猜不到 他們的通脹 是說一年接近100% 即50% 我時刻不記得數字 但問題就是 他的經濟增長不錯 所以他一直玩高通脹 高增長的經濟狀況 那些經濟 那些經濟 然後我們再講一下 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湖 遵從最高法院裁決 解除副總理德里兼任的內政及衛生部長職務 內塔尼亞胡在內閣會議上告訴德里解除了他的部長職務 並表示最高法院的裁決無視民眾議員 他將會尋找法律途徑讓德里繼續貢獻國家 決定明天就會生效 這個以色列的總理 究竟為什麼要解除副總理的職務呢 他沒有辦法因為法院判 因為他涉及貪污 但這件事是一連串的事件有小事 他最重要的就是內塔尼亞胡想修改憲法 因為他們是國會制 國會制他們是希望不會用check and balance的方式 而是用一個國會可以推翻最高法院的決定 這是內塔尼亞胡的貪腐 所以他說如果這樣的話 他就可以憑著拿著國會控制法院 控制法院 他的貪腐罪名就完全無事 所以本身就屬於一個政治鬥爭的一系列 政治鬥爭的一部分 所以以色列現在政治就不太穩健 政治不太穩健 就應該有10萬人示威 以色列只有幾百萬人 一千萬人 差不多九百萬人之類 所以他是 因為以前我小時候 以色列人口是香港的一半 他人口增加都很快 所以他現在是這樣的狀況之下 這件事就會一直發酵 所以是一連串事件的其中一件 所以才是不停地暴動 即是在示威 大家覺得內塔尼亞胡這個人 就很不均真 大概是這樣的狀況 嗯 好 接著我們就說一下金珠五角 南非說13個國家有意加入金珠五角的行列 跟中俄軍演成為年度演習 金珠五角鄰任主席郭南非表示 會自力推動擴大金珠五角的規模 目前為止13個國家有意加入 包括埃及、沙特亞、白伊朗、阿根廷等等 南非首要的任務就是發展准入機制 但是對下個月和中俄舉行的聯合海上軍演 南非期望是可以進一步成為年度的演習 是 金珠五角就是之前其實只不過是一個 一些iBank 作出來去押押投資者的一個名詞 漸漸他們自己真的成立了一個金珠五角的機構 嗯 但是他們現在就因為大家 其實現在這個世界雖然還有很多 宋上民主的人 那些民主人士 你知道民主人士是很蠢的 所以他們經常都說 我們應該獨立應該不好什麼 即是經常都搞獨立 經常都搞分離 分離主義 但是其實這個世界大家知道 如果你要分離的話一定會掛 所以現在還有很多人支持英國脫歐 那些人當然是完全是一些經濟盲 或者所有的東西 其實大家知道 你永遠在現在這個世界大革局裡 你只要打破貿易壁裏 成立一些地區性 成立一些很多人的聯盟 然後大家的貿易 更加強貿易力才是經濟增長不義 所以大家覺得增長金豬五國 然後大家搞CPTPP 或者搞什麼東盟 其實全部不停在做結盟 做結盟的方式 即是只有結盟才能夠 才能夠是 令經濟增長兩個國家更好些 只有一些民主派行事 才不停在搞分離 所以整件事他們大家都不知道 在做什麼 所以才說那些人是非常愚蠢的 非常愚蠢的那一群人 所以北京金豬五國也是相同 那十三國相同入了 而且大家都是 虎美暴政狗義 所以大家覺得 咦!我們有這些事情就進去 不要聽美國說 大家一直在說 其實他們不是虎美的 大家會被西方霸權去夾得太久了 所以大家如果有機會 有機會可以鬆一鬆身的話 有機會什麼時候 想狂人大翻身 暫時來說不算是反擊 但是南非就很奇怪 南非大家一手去捧了孟德拉 一手去捧了整件事 一手去支持了整件事 但是南非和俄國 或者和什麼現在走得很近 和俄國、中國 和美國最討厭的走得很近 你知道西方已經把孟德拉捧了聖人 結果都是拉攏不到整個南非 所以黑人對白人是有爭執感 嗯 是 然後我們最後講一下 見到白宮的幕僚長 黑蘭據傳 將他在未來幾個星期 遞辭職信 目前已經在找合適的人 去接任 其實現在拜登去到一個關鍵的時刻 但是那些人就說 這個關鍵的大臣 居然是要在幾個星期裡面辭職 好像會不會意味著一些什麼事呢 我又不覺得很關鍵的時刻 但是一定是意味著一些事 一個人無端端不會辭職的 因為拜登有上任到現在 又變成人民關鍵的時刻 遲少面對現在又對 跟著之前有什麼中期的事 說得很好 我不覺得現在是很關鍵的時刻 嗯 其實他辭職都不會有什麼事 怎麼說呢 都沒有什麼影響的 會不會呢 我不知道 至少我沒有看到很大的影響 但是我想拜登會需要 會說他連任 會再競選連任 是啊 拜登會再連任 那問題就是 這個人的原因究竟是怎麼樣 我一時之間說不到 嗯 是的 因為拜登之前又說 他帶了什麼文件回去 然後現在又說要宣佈連任 似乎有很多重要的事情 但是這個白宮的幕僚長就要辭職 這樣令人有點遐想 那樣 我想不到 我暫時來說沒有遐想 哈哈 因為遐想應該不是這麼想 不是這麼說 OK 好 但是你聯想 你就可以這樣說 是的 不少的聯想 好 那我們今天的新聞就大致上講到這麼多 好 多謝大家 好 祝大家繼續 年初二繼續發發發 好 多謝大家 拜拜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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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